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 全国人的代表 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 董明珠女士 大家好 毫无疑问 全国两会心智生产力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热词 那从企业角度来说 能否以格力电器为例 谈谈心智生产力 对企业带来的怎样的改变 同时呢 如何又鼓励更多的企业 像格力一样 去拥抱心智生产力 对我们格力电器来讲 我们认为对这个心智生产力 是有自己的认知 第一个就是制造端的心智生产力 第二个是消费端的心智生产力 我们自己建造了无人化工厂 这无人化工厂的背后 是我们格力电器自主研发的 工业自动化 疏控机床 机器人 自动化仓库 物流配送等等 是由我们自主完成的 这才是我觉得是最骄傲的 那我没说出来格力电器的一个无人化工厂的整套系统 那我们现在就具备了这个能力 去帮助更多中小企业去进行自动化升级 第二个就是消费端的心智生产 格力电器研发了这种不用电费的空调 就是说光出空技术 可以解决整个一个家庭的用电 不仅就是空调降温的用电 所有的照明 家里的做饭 这一些电器产品 都可以保证供应 今天政府工作报道上也提出鼓励和推动消费品 移旧换新 那在您看来 是不是会给旧换新带来规模效应 那对企业对市民群众来说 就会意味着什么 所以国家应该在出台这些政策 首先把电器产品的生命周期把它研解透 有明文的规定 使用年限标准 这会带来几个好处 第一 消费者提醒他 我这空调已经用了十年了 国家说到报废期了 那后面出质量问题 由自己负责 消费者干什么 消费者要主动去移旧换新 那么换新消费者说 那我空调都没换 换新那我不吃亏 那不是的 因为十年才换的时候 这个我们企业制造业的技术 更多的新产品 更节能 更环保 更舒适 所以也就推动了企业的什么技术进步 也同时给企业资责讲清 鼻子有更多的企业 要把产品这样做好 因为使用生命周期在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